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呀 这床头吵架床尾和 就是夫妻吵架不过夜晚 这绝对是我们老祖宗的民间智慧最朴素的表达 不论对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的夫妻 都应该冷静的明白呀 第一 真的是没有不办嘴不吵架的夫妻 第二呢 无论谁对谁错嘛 吵了架呗 最忌讳的就是用夫妻生活作为要挟的手段 你看看呀 那夫妻吵架大多数情况呀 我说的是大多数情况哈 哪有什么是非对错呢 都说夫妻之间要沟通要沟通 可是好言好语的说 真的比不上一次美满的性生活呀 可以更加有效的消化掉情绪 两情相悦 浓情蜜意 道个歉 逆逆歪歪一下 白天那些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都可以烟消云散 抛在门外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夫妻生活呀 本身就是夫妻之间最高效的一个沟通 那么反过来最不好的就是 跑回娘家睡客厅啊 抱着被子呀 睡孩子的房间等等了 这些其实就是表达身体上不要靠近我 啊 远离我一点 这些就意味着性惩罚了 特别是女性容易有这个问题啊 觉得自己吵不过又打不过 反正呢 防射大群呢 在我手上握 我就是不配合你 你拿我怎么办 没办法吧 其实男人都是好面子的动物 吵了架 很多时候呢 他们就想借着晚上这个机会呀 说点话 哎呀 软软的哄哄你 可是你还是不给这个机会 一次两次 哎呀 你可能凑笑 时间久了 或者是次数多了 你不仅打击了男人的自尊和面子 也失去和错过了 你们弥补关系的机会 毕竟现在这个时代 他如果仅仅是解决生理上的欢愉 那还有很多渠道呀 是不是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那样呀 就很容易 节外生枝了 本来夫妻之间 情绪上的小事呢 还变大了 得不偿失 你说是不是 关注我 谢谢更多的情感相处 知道